那水濕体质呢 其实真的就是要 然后再来就是市售的一些 大家好 我是崔蜜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就是 抗忧郁的饮食的方法 我呢 会在影片开头的时候呢 先跟大家分析就是 如果你出现了以下哪些症状的人的话 你就要开始注意的饮食 然后哪些东西是不要吃 哪些东西是可以多吃的这样子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会归类出哪一些就是营养素 是容易忧郁的人一定要吃的 然后最后呢 是我个人 就是因为我长期有在看中医 那中医呢 给我的一些抗忧郁饮食的建议这样子 然后记得呢 我的影片呢 是专门就是针对女生所有变好的养分 不管是精品的 或者是饮食 瘦身 保养的 化妆的 都会在我的影片出现 所以呢 记得大家就是要记得订阅 然后记得每周三 每周日 然后都会有新影片 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咯 好了 那我们今天影片开始吧 那为什么会想要录今天这支影片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其实疫情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这样子 但是我必须要说真的 就是人关在家里久了 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心病 然后这个东西是你可能不知不觉的会越来越消沉 我觉得这一两周我自己就有感觉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工作狂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在这一两周的时间里面 我自己发现我有点奇怪 就是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都不是很感兴趣 不做事情的同时其实你没有在放手 你反而很焦虑 一直觉得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都没有在想那个芯片的企划 就是你越要逼你自己 但是你却越什么东西都想不出来 然后你又开始觉得说 自己是不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然后什么什么 所以我今天归类出几样 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有 就是今天几样的那个现象发生的话 你就真的开始要注意 你自己的情绪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今天情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请你去看医生 但是有些时候是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会发现说 就是自己的情绪已经开始有一些问题了 你就觉得说这没什么 没什么你就一直去压它 压到最后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疾病 或者是变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会觉得刚开始已经有感觉 就是今天这些症状我有 那就赶快就是针对饮食方面去调整 或是maybe你可以去看医生之类的 那第一种呢就是你觉得很阿杂 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很阿杂 然后你可能以前很容易让你开心的事情 最近都让你觉得 我就是觉得不快乐 我就是觉得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那第二个现象是呢 你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可能以前你是一个 很多事情你会想要去学习 或是你觉得说 哦有什么新东西你会很感兴趣 但是现在你就是 对任何事情你都觉得关我什么事啊 好OK那你就要开始注意这样子 第三个呢 是体重快速的下降 或是快速的上升 如果你是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你会在就是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 你就是突然就是食欲大增加 或是食欲大减少的话 其实你都要去注意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在跟你发出警讯 他在向你求救了 然后再来是呢 就是睡眠问题 整天想睡觉 或者是睡不着觉的人 其实都是睡眠问题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看一个 那个Netflix上面有一个 那个泰国的电影哦 叫做什么睡眠实验 反正它就是一个做一个实验 就是让大家不能睡觉这样子 我觉得好恐怖哦 他们就是为了拿那个实验的钱 然后就真的就让自己不睡觉 结果后来就很多人就发疯了 真的会耶 就是如果你的睡眠的品质 一直是非常不好 长久下来都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大家也是要注意这样子 再来就是你的思考变得很缓慢 你会没办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那这个关系到下一个征兆 就是你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 然后动动就觉得说 唉 我就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做不好 然后你会一直责怪你自己 然后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人 没有能力的人 那当然最严重的就是 可能企图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到这个地步 其实你是真的要去看医生 寻求医生帮助你 那我觉得前面有这些阵头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靠饮食方面 或者是去看 我觉得中医 我觉得很有效 或者是就是 饮食方面去调整你的作息 帮助你自己调整回那个 就是正常的轨道上面 那有几样营养素呢 是抗忧郁饮食里面是特别要注意的 我先把几样重要的营养素先全部讲完 然后我再讲 大家可以去摄取的食物 因为我会觉得食物的范围真的太大了 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是记得这几个重点 就是这几个营养素是真的就是抗忧郁饮食里面的人要非常注意的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很忙碌 或者是你吃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去吃到这些食物的人的话 你可以去市面上买一些营养品 是有这些就是营养素的 去帮你补充也是ok的 我今天不会推荐任何就是什么业配东西完全不会有ok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自己去市面上找 那第一个营养素就叫色胺酸 因为色胺酸能够帮助我们制造血清素 那血清素呢其实是我们脑内非常重要的一个传导物质 它负责情绪管理 所以当你的血清素升高的时候呢 你的情绪就会趋于稳定 所以呢色胺酸这个维生素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个维生素重要的呢 叫做维生素B6 因为维生素B6呢它有助于合成 就是脑内的天然抗油脊 就是那个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 所以呢其实维生素B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帮助脑内就是正常的运转 那说到维生素B6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 就是要叶酸 那有研究显示如果你体内叶酸不足的话呢 也会容易有忧郁的现象产生 所以呢多补充叶酸 它也能够稳定你的情绪 叶酸之外呢还有维生素C 再来就是很多鱼类里面会有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它能够抑制发炎反应 然后抗忧郁 它能够降低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的浓度 增加血清素的分泌量 再来就是DHA呢也是脑内细胞膜 在合成的时候不可或缺的原料 最后呢就是钙质 据研究显示呢 体内缺乏钙质的人呢也会非常容易紧张跟焦虑 所以呢就是一般人我们其实会补充一些钙质 其实不只是预防骨质出松之外 其实也是帮助你的情绪做一个稳定 那食物的话我就快速讲过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其实蛮多类似的介绍 那第一个就是起司 起司里面有色胺酸 那色胺酸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它可以帮助制造血清素 就是让你的情绪做一个稳定 那除了起司之外呢 其实牛奶跟鸡蛋 或者是鸡肉啊 或者是杏仁里面 其实也都有 像是色胺酸的这些维生素 然后再来是最有名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 香蕉 那香蕉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维生素 就是B6了 那B6刚刚就有讲过 B6呢是能够帮助 合成大脑中天然抗忧剂的多巴胺跟正肾上腺素 除了香蕉里面有这些营养素之外 像是菠菜 坚果类或者是一些 颧骨类的食物 它也会有 像是糙米啊 这些它也会有 但是我那时候做功课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讲说 糙米好像有些身体有状况的人不能吃的 所以麻烦如果你今天身上有重大疾病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的话 麻烦这些食谱 你先去问一下你的医生 你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 像我自己就非常注意 因为我有慢性疾病嘛 像如果是增加激素的东西的话 我就不会去碰它 所以我就非常的注意 然后再来是很多人推荐 但是我早上是没有吃麦片的习惯 其实麦片的话其实还不错 麦片它第一个可以降低胆固醇之外呢 它有维生素鼻瘤 那还有黄豆 我觉得喝豆浆其实对女生蛮好的 但是不要把豆浆当水喝 因为我曾经好像看过新闻就是 有人把豆浆当成水喝 然后喝出就是身上有些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什么东西都不能够过量 都要适可而止 那讲到维生素C的话呢 维生素C很多的水果 像是巴拉啊奇异果啊 这些大家都可以多补充 因为维生素C能够帮助我们的压力荷尔蒙 皮脂唇下降 大家可以喝柠檬水啊 或是那种柠檬水的话一定要 不能空腹的时候喝这样子 那刚才讲到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像是什么秋刀鱼啊 或者是一些鱼鱼啊 那些鱼类的 其实都还蛮多这样的维生素 你也可以补充像那个鱼油或什么之类的 就看清楚它的含量 有些的含量超级低的哦 所以就是你们稍微看一下它的含量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是钙质 那钙质的话其实大家就是 可能大家都会喝鲜奶 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喝鲜奶 我发现我喝鲜奶 身体会过敏 那我要怎么补充钙质呢 第一个像是黑芝麻里面就有钙质 不然就是补充钙片 然后不然就是喝优酪乳里面也会有 那分享完这些抗忧郁食物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分享 因为我去看中医的那个一些心得这样子 这个医生他其实是中医 那我之前其实就有推荐过他 他就是帮飞眩被逼的那个忧郁症 好起来的其中一个大工程 这个中医很妙 我们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呢 他就针对我们的体质去帮我们做了一个归类 然后他的体质这边有分成几大体质 第一个就是热性体质 很容易燥热或什么之类 再来就是一个叫做虚寒体质 然后呢一个叫做血淤体质 那最重要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叫做水湿体质 那当初呢飞眩被逼呢 那时候就反正测试出他是水湿体质的人 那我也是水湿体质 那水湿体质呢 那水湿体质呢 其实真的就是要避免很多的甜食 然后再来就是市售的一些含糖饮料 甜食其实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些会吸湿的食物 那吸湿的食物是哪些呢 其实我这些都是我超级爱吃的 第一个就是糯米类的食物 大家可以去就是去那个自己去Google都可以 糯米类的食物像是麻糬啊 然后像是肉粽啊这种糯米类黏黏黏黏的食物 如果你容易忧郁的人的话尽量少吃 然后再来就是勾芡类的食物 黏黏的有没有那种稠稠的 就是他用太白粉去勾芡类的食物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爱吃的东西 你知道吃什么吗 我很爱吃的东西 有办法知道不知道 QQ良缘 QQ良缘超级好吃 我小时候真的超喜欢的 好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就是真的不能吃很多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因为那个年纪也不小了吧 我真的吃什么就立刻抱你在我身上 真的就是这样子 QQ良缘 外面那一层它就是太白粉 还是什么番薯粉做成 它是透明QQ的 我跟你讲这个很会稀丝 最后就是 我跟大家最爱喝 我很爱喝的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它是用木薯粉做的 然后这种QQ啊 或者是那种什么芋圆啊 那种QQ的那种食物 其实容易忧郁的人真的要少吃 那为什么要少吃 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水湿体质呢 表示你是很容易吸湿的 那体内湿气过高的时候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 有一种懒散感 然后会觉得 提不起劲 什么事都不想要做 嗯 我发现我就是这样耶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是因为 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就是 有时候会忍不住 会想要吃 我吃完我就是报应就来了 真的真的没有在骗大家 我跟你讲我真的前两周的时候 我真的还是比较舒服的状态 然后后来我就就是嘴馋啊 觉得在家里面啊 想要就是 给自己一个犒赏嘛 然后呢 我就点了一大杯珍珠奶茶 之类的 然后我就喝喝喝喝喝喝喝 然后喝完之后 我大概饱了 大概两天吧 你知道吗 我对于那个珍珠的消化很差之外呢 我发现从那天开始之后 我就慢慢慢慢的 就是早上起来之后 我都会很不舒服的 然后躺在床上 然后我就什么事都不想做 然后我上网去查 我发现就是 因为我就是水湿体质 所以当我体内湿气过高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会有这种 懒懒啊 其实就蛮符合的 我刚开始一开始讲的 就是 忧郁的一个前段般的一些现象 那如果我再继续下去 或者是我本身的个性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乐观 积极进取的人的话 其实我就会一支一支往下沉 这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今天 你发现你跟我一样 你是水湿体质 然后你又不小心吃了 太多这些容易稀释的食物 你本身已经开始有点就是 喔 懒懒散散的感觉 什么时候不想做 然后觉得提不起劲的时候 OK 第一个排水的方法就是 我会买会喝这个 什么去湿茶 你们自己去 你们自己看中阴那边 或者是网路上有一些去湿茶之类 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 我跟他讲很神奇的地方是 每次我这样子 就是 做不出的阿杂跟懒散 跟那种全身有点闷闷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泡茶来喝 然后喝完之后呢 我就会觉得我的身体 慢慢慢慢慢慢的 又可以恢复正常 那当然你也不一定要喝这种茶 其实像自己 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煮 红豆水 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是你去买那个红豆 然后红豆就是用高温重泡它 然后泡大概可能七个小时吧 反正那个水就会变得红红的 然后接下来就把红豆捞起来 那个红豆呢 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东西 对红豆泥啊 或者是煮红豆糖什么都可以 这个水呢 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当成就是开水喝 我觉得很好 或者是市面上有卖一些 就是那种茶包那种红豆水也可以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分享这些抗忧郁的饮食 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还有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的症状的话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先赶快 先小小的调整 那当然如果你的症状很严重的话 请赶快去就医 我真的觉得不要拖 或是觉得很害羞 因为我觉得其实忧郁症这件事情 在这个世代 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 就跟感冒一样而已 其实真的没什么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主题的话呢 记得留言给我 或者是你们想看更多 就是我个人养生的饮食分享 也可以留言在底下 那记得我们每周三每周日都会有新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是崔蜜拜拜